好 繼續來看 這大家的愛心實在是太多了 這愛心捐款多到把桌子壓垮了呢 彰化工藝團體舉辦募捐活動 透過網路宣傳吸引了超過300個人響應 總共募到了27萬元 當志工陸陸續續把部分的錢放在桌上 想要清點結果疑似就是硬幣的重量太重 當場壓垮鐵桌 鐵桌桌面被重達250公斤 將近18萬元的硬幣壓垮 桌椅也被折斷 這些裝在袋子裡面的硬幣 都是愛心民眾捐出的善款 這次公益團體在彰化舉辦募捐活動 透過網路宣傳超過300人響應 活動現場大家捐出的存錢筒五花八門 有藥瓶 飲料罐甚至還有便當盒 因為大部分都是裝著硬幣 導致在清點時捐款不但壓垮了鐵桌 連要把這些硬幣搬上車 都讓工作人員傷透腦筋 經過清點這次活動總共募得了二十七萬的愛心捐款 加上現場意賣書籍總共有三十三萬元 主辦單位說很感謝大家熱情 將會把這些愛心捐款轉贈給華山基金會 以及彰化家福中心 我是信用吳蓮宵月謝忠義彰化報導 謝謝 謝謝